而收封箱各界及现议员张怀文 共同争取建制收封箱东西巷连外道路新建工程计划 在现议会民政小组会同了县政府考察县刊后 县政府建设处明确指出了 目前该计划已经列入13乡镇交通路网 明年度将会要求中央营建署以及公路总局来协助推动 收封箱总面积达218.4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特殊北林洁安湘西林秀林湘南洁凤林镇 以及丰冰湘 但是巷内仅有南北巷的连外道路 没有一条东西巷的道路 现议员张怀文也表示 105年就已经提出构想 107年从三条的规划道路选择其一 长度1.5公里 宽12米的双向混合车道路 非常感谢花利县政府积极地给予协助争取相关的经费 交通部它补助我们各县市政府 做一个全线道路路往的规划 那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 那这个地方的需求 这条东西像我们也纳到这个路往的方案里面 我们到时候会会整13个乡镇 各乡镇的这个除了既有的县乡道公路以外 那有没有在地方上其他重要的这些次区道路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路线 都会列到这个路往计划里面 一次去把它做一些检讨 那到时候呢也会就路往的规划 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方案的放在路往计划里面 那对交通部还有营建署来讲 以后他补助各地方做这个生活圈计划的时候 他会希望说优先 核定给这个在全县这个道路路往规划里面的方案 台11丙以台9县台9丙县横跨直纵线的这个道路都非常的完整 独缺我们东西巷的连贯道路 所以在105年我们也提出了这个计划 也谢谢当时在106年我们时任的 习县长也是当时的地委 他的任同也实地去勘察了以后 更谢谢就是时任的县长我们傅昆琦 傅县长他的支持 义注260万预算在乡公所 107年完成了可行性评估 那必须要宋审县政府来积极推动 积极争取这个预算 不过我们觉得很遗憾的 也当入了一年的时间 在108年 我跟徐协议员同时都在县议会 也希望赶快来积极推动 我们东西巷的建设 张怀文也说 受风箱民众由东华大学 大学路要往省到台11丙县 以及县到193县 必须要绕道而行 造成当地居民以及用路人的不便 兴建东西巷的连外道路 不仅能够打通交通困境 还能够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我想东西巷的完成以后 可以缩短我们东边 要到西边交通的差距 因为整个重线的交通道路 都已经很完整了 那如果东西巷完成的话 一方面可以缩减距离 而可以让像我们193县 还有就是这个台9县 我们这个可以互通 这个道路互通了以后 也可以造出一些经济的发展 受风箱的东西巷连外道路 在107年 花利县政府就已经编列 260万元进行可行性评估 也已经完成相关规划 张怀文也期盼 1.5公里的连绒落道路 能够尽速完成 提升受风箱的东西区域 城乡落差 及地方发展 记者林杰 双风箱采访报道